好 接下来要出题目给大家了 请大家看能不能找得到 打鼓的这个图案呢 帮我们在聊天室打一排打鼓好吗 或者是摇滚这样的一个意象的 好 因为二级警戒以来呢 台中市文化局全力振兴艺文产业 并且积极推动了各种的活动 从八月开始呢 推出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动 在八月三十一号 是由九天民俗记忆团 举办了极限环台赛选手之夜的 摇滚庙会 那现场呢也邀请到了 以民间信仰为核心创作的 正月堂乐乐团的同台演出 带来精彩绝伦的奇幻之夜 气势磅礴的战鼓声 踩着华丽脚步的关将手 镇头队伍尬阵震撼人心 九天剧团呢 是我们台中市非常杰出的 一个杰出团队 把我们的音乐 戏剧跟相关的舞蹈 融合在一个舞台上面 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的台中市的 杰出表演团队能够更加的兴旺 二级警戒以来台中市文化局 全力协助艺文产业振兴复苏 八月起举办一系列精彩表演 八月三十一号九天民俗经营团 举办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选手之夜 摇滚庙会 为参赛的选手带来视觉与听觉的 最佳饗宴 今天所呈现的方式是用摇滚跟传统 在庙口上的一个结合 也能够借由这样的表演 吸收更多的年轻人来认识台湾本土文化 九天结合传统文化跨越元素 使庙位剧场成为表演新美学 剧团在2011年挑战 撒哈拉沙漠赛事 2013年开始 举办九天杯太子极限环台赛 完成一千多公里的热血壮举 至今迈入第九届 九天民俗经营团 这次疫情去年还好 今年就很惨 都要救急贵离劑 那其实我们非常幸运 我们在台中市 因为别的县市的 我们的友团团队 他们都还在等 那我们今天感谢文化局 我们就可以在和服 合法的范围来 我们就来做这个成果的发表 这次邀请以民间信仰 为核心创作的 正月堂乐团同台演出 带来精彩绝伦的奇幻之夜 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种下在每个人心中的 那一颗文化种子 这台中综合报导 这次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我们再来